我們一定是兩隻手一起去 兩隻手一起去 剛剛阿豪呢 左手的力量都缺乏了 我們再試一次 阿豪你試一下 左手向上舉 然後單手向上放 落盤是一隻手 舉是兩隻手 準備坐下 1 2 3 Good Shot Go 出了千針了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呢 又是新一輯的教學片開始了 今天呢 我們這一輯教學片呢 可能會多一些班打技術的 本身呢 本身呢 本身第一個題目 並不是要講現在這個 我今天現在就調一調 因為剛剛阿豪呢 試掛完之後呢 他折騰了我 所以我又要講一次 今天我們再講一次射球手腕 手腕 今天我們會講Part 2 再細節一點 例如 怎樣鎖腕 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要鎖腕 怎樣鎖腕 其實我們手裡面有鎖腕 今天也會講完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必須要知道 搞清楚 我經常講的 不要用手指射 用手腕射 我們是用手掌 想去擴充手腕 帶動手指 記住我們不能避免 手指不碰球的 手指一定是碰球的 而且手指一定是最後碰球的 但是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一 你如果用手指落碗 都落到碗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看看手指落碗 手指指寬 你會見到呢 這個手腕呢 是落了的 它動的幅度 只不過是由後面 向前 還沒落完的 記住我們手腕呢 用手掌去擴充它 向上落碗 手掌落碗 手掌落碗 手掌落碗的話 你會見到呢 手指是應該自然地向下的 而且如果我們放一個籃球 而且如果我們放一個籃球 在這裡 我們落碗 最後見過都一定是手指 但是整體的分別就是 一個用手指帶上手腕 很大機會也都未落完 而且你的動作呢 很少會向上的 因為你手指呢 是這樣拉向上的 所以你的手都很難伸直 很難向上 用手掌的話呢 你會感覺到呢 手會向上更加多 角度也不同 用力也不同 我經常說 射球需要是什麼 下 上 下 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下 上的時候呢 你才真正用到你的腳力 不是用你的手力 我們盡量盡量盡量 減少用手力 盡量盡量盡量 用多些腳的力量 你射球就會更加盡 跟打桌球一樣 越大的手力 你會越不準 當然經過你長久的練習 你看到一些職業的桌球 桌球選手 都是很大力 都會很準 但是 如果你想 在一個很容易 控制到自己射球的 palmer線的話呢 你必須要用腳的 這個是重點 好 首先 我們請了今天 令到這個topic 快了講的阿豪 主角出來先 有請 好 鏡頭一轉 看到我們阿豪 今天的主角 令到這個topic先 好 第一件事 我們看一次阿豪 先射球 因為我射太多了 射了很久 很多次 我希望的是 是你們看的做到的 好嗎 好嗎 好 阿豪 再來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 準備 球 好 好 第一件事 阿豪射球 大家看到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還不講 看看這個是否你自己的問題 準備 一 停 球 放太多 他剛剛射球的時候 甚至放在圖上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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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 給我的朋友 他們第一件事 拿球 都會由這裏開始 拿 這裏開始 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 你拿上來的時間 拿上來的時候 會變成 由後 看著 右前 向後 反上去 用的是這一部分 這樣 反上去 幫你 人呢 肌肉就是這麼有趣的了 你往下 他就往上 反反上去 真的有難性的肌肉 你往後 下一個運作 就是前 所以你很難伸得 那隻手 阿豪剛剛出手的時候 準備射擊球 一二三 好 停 對 好 這隻手 亦都是壓好 第二個很嚴重的問題 看著 手腕 在 躍尖的前面 你 用力去射球 跳起的時候 力量由大腿產生 坐下 對 這裏上來 所以 你的手腕 盡量要放在這裏 力量大的話 你會大力很多 身上直量 是 對 你射完球之後 你的手 應該出手的角度 就是這裏 在腳尖的上方 你便會用得盡 你所腳產生的力量 下上的力量 所以 阿豪剛剛出手的時候 再來過 假設你有球 假設你有球 Shoot 好 停 就是因為 他這一部分 向前 這個也是大家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向前 我說過很多次 不要向前 千萬不要向前 你一向前 本向前 下上的力量 亦都會打折 我們需要射球 在你落本之前 記住 在你落本之前 這個你一定要解決的 我們必須要第一件事 是伸直的手 伸直的手 伸直的手 由手肘這裡開始伸直的手 當你伸直的手的時候 你這個碗就會下來 我們第一次說手碗的時候 我講過C字 手碗是一個直碗 是不是 直碗 很多人反應 就說 是對的 他發覺原來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反應過 如果我拿球 C字手碗 我現在是直碗的 我拿下去 我會覺得我是直碗的 直碗 直啊 是不是 好 你 他在這裡 落本 你的手 會向那邊 你未伸直 落本 你的手也是向那邊 為什麼呢 有很多球員 或者射球姿勢 不漂亮的人 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 你根本 還未伸直的手 還未就落本 你一定是在那邊 你看 手碗是一樣的 但是你記住 我們要落本之前 第一時間 伸直的手 當你伸直的手的時候 你的碗才會直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們是要伸直的手 先向上落本 可以再向前落本 明白嗎 大家 好了 身為撿球仔的 我又為了豪哥撿球 這次我們看看豪哥會射幾分 剛剛說完了 我們向上伸直的手 好 向上伸直的手 準備 好 第一球 好了 豪哥 好 再來 第二球 球 好 好 第二球都是大側的 問題在哪裏呢 第一件事 摺球 摺球 好了 第一 記住 我們是用手掌和手指 剛剛用手指炸死我了 第二件事 左手的輔助 我們呢 如果你不想射球的時候 扭腰呢 扭腰呢 為什麼會扭腰呢 看著 我們射球 射球 我問大家 射球是單手還是雙手 好 單手還是雙手 對 為什麼呢 哈哈 好了 為什麼射球是雙手呢 多久 謝謝 為什麼射球是雙手呢 如果這個射球是單手射球的話 試問大家 那是叫什麼手呢 明白啊 我們射球必然是雙手動作 你不可以沒有左手的 我們射球的時候 記住 我們重點是 我們為什麼會經常扭腰 就是因為 你經常以為這個是單手 你經常以為 左手只需要扭腰的 結果左手不動 右手動 左手不動 右手動 你就會變成扭腰 我們的肩膀 是不可以高低得很厲害的 如果你經常覺得 一個 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隊友 很奇怪 主要 就是因為 左手沒有伸直 如果你是兩隻手都伸直 向上出手的話 你不會扭腰的 我們一定是兩隻手一起扭 兩隻手一起扭 剛剛阿豪呢 左手就是兩個角度 我們再試一次 阿豪你試一下 左手向上舉 然後單手向上 到下方 到下方 下方是一隻手 他去是兩隻手 準備 坐下 一 二 三 出擊 握手 問題就是 在這裡面說 大家都很多 在下方之前 兩拍 左手不伸直 右手都不伸直 變成壞雞 變成 我真的有個可以學衝 我觉得它是充满个人特色的 因为射球这样就已经有特色了 但是我个人建议学他的射球 你可以学他进出 学他学他个人 学他唱歌 但是没有学他射球 可以吗 刚刚做完阿浦 今天讲手段的一个重要 Moon Lock 第一 我们现在有药体结构 如果这只手在这里 在这里 会不会觉得有一个位置是特别不协调的 这里到这里 你会发觉手指高 它就是让你射球不准的主因 而且你会变成用手指射的主因 都因为手指高 好 手指高 当我们这样拍直满的时候 我们拿着球 举起的时候 其实手指高 手指高的力量 那么多在手指里面最大 所以你一举起来的时候 这只手指高的出力方向 它是推出球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射球 应该用手指用不到手腕主因 就是手指高 这个也是你手腕的Lock 它有力 手腕没有力 它没有力 手腕就有力 看着 待会你试一下 你们自己回去试一下 手腕 手腕正常感射球 对吧 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 拉下来 当你拉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觉 四只手指有机会合起来 你不要让它合起来 但是也不用抹大 因为当你五只手指都抹大 你便用手指力了 只要把手指高拉下 放松这四只手指 没有问题的 它就算合起来 其实影响都不会很大 如果你习惯了 因为我们是用手掌射球 并不是用手指射球 所以你没有需要抹到很大 同样没有需要合到很大 你只要放松 拉下手指之下 然后 接球 手掌控制它 你就会发觉 射球有机会用到手腕 再说一次 手指高拉下 照样射球 这个时候 你拿球的时候 你应该会看到 手指高在中央 拉下来 你就会变成 用多很多腕 你更加感受到 什么是手腕 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记住第一件事 拉下手指高 何时开始拉下手指 记住 一刻意 很大力 用这只手指 拉下手指 放轻松 接球 下 向上 记住 向上出手 向上出手 向上伸腻的手 不要常常想 向前 向前 OK 记住 向上伸腻的手 向上伸腻 就明白 如果你是继续到下上 你才真正 用到自己的脚 甚至你会觉得多 甚至你会觉得是什么 要从四肢出来 即是一分线的手 都不会说很用力 你不拿很用力 记住 我们跳射球 用的力量是 打 不是做尖的 推 打 打 什么叫打呢 如果我用的是手指 如果你是做尖的 你用的力就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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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彈 看一次 一样是向前 彈 拿肌肉的彈性彈出去 我们跳也是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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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这样 你看到很多人跳是这样 尤其那些人一直撑完肌 打 放松 右卷 彈起 射出 可以吗 右卷 彈起 右卷 彈起 射出 可以吗 希望今天 你明白 第一件事 首要的Log 首要收直 这几件事 大家乘入办赛 以及最后一件事做了 记住 是 彈 可以吗 OK 好 本日 完 彈 这个就是彈 希望 还让银